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每个月初都会讨论一部跟法律或者人权或者人性有关的相关的电影或者影集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一部德国片 我们谈了很多的日本片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一部德国片 这部片呢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名称 在台湾我们翻译成叫做窃听风暴 那当然在香港的话就叫窃听者 它是2006年的一部德国影片 大概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这部影片呢 它是在2006年的时候发行 而且很快就拿到了79届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那么这部片呢窃听风暴听起来感觉像是一个谍报片 或者说是一个动作片 实际上并不是 这部呢它主要在谈的是一个在东德跟西德之间 统一前夕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呢大概发生在1984年 1984年呢当时东德跟西德还是分裂的 那可能比较年轻的听众们 有对这段历史就比较不是那么熟悉 事实上来讲 当时就是分裂国家 欧洲的分裂国家当中就是 德国分成东德跟西德 我们称为联邦德国跟民主德国 那民主德国就是讲东德 联邦德国就是讲西德 那么当时呢 所谓的东德当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 那么东德的东柏林 有一个就是在首都 他们的首都就是东柏林 那当时有一个机构 他们那个机构呢叫做斯塔西 斯塔西哦就其实有一点类似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国家安全局 也就是或者台湾过去的警备总部 那当时呢有一个秘密探员 他负责要监听一个男的剧作家 跟他的一个女朋友 就是这个女朋友是个演员 然后在那个过去的历史当中 其实监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这位探员在监听的过程当中 逐渐被他们的生活所吸引 然后甚至开始同行他们的遭遇 那么到最后就暗中对他们 私与人手的一个故事哦 整个影片大概就是从侧面去影射 当时东德对于媒体跟言论自由的一种政治气氛 好 讲到这边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沉闷 就是说 那不过就是一个探员 去帮助一对被窃听对象的故事吗 这样过程是不是很沉闷 其实他拿到79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外语片不是没有道理的哦 这部片拍的时间很短 大概只拍了将近一个多月 一个月多一点 那这部片当然有很多花絮啦 例如说 其实当时很多人对这样的电影不以为来 因为它有点像是 变相的新得人名单 什么叫变相的新得人名单呢 新得人名单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 可能年轻人也不一定也听过这部片哦 斯蒂芬·史批博导演的这部片 那其实新得人名单里面 他就描述一个德国人去拯救犹太人嘛 拯救一群犹太人的故事 那这边呢 他其实当时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呢 这个史塔西监狱纪念馆的负责人 他拒绝 他拒绝他们来拍 为什么呢 他说 据他了解 从来没有一个史塔西的官员在暗中保护他所监视的 意思是说你这部片根本不合史实啊 因为怎么可能会有史塔西的干员去保护 他被 就是他们受命要监督的这一对夫妻怎么可能 所以他认为 这样的影片 不符合实际 他不接受 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当中花絮 事实上来讲 他在整部片的过程当中 他所要探讨的不是一个单纯说 美化所谓的史塔西这个机构 史塔西我刚刚讲过 有点类似我们的警备总部 但是实际上史塔西他比警备总部还可怕 为什么 其实史塔西他可以说是当时民主德国的政治警察 所谓政治警察就是他不管治安 他只管反政府的人 那么为了要打击这些反政府的人 他们就要收集情报监听监视 那么就是要负责监督这些所谓的异议人士 那这些异议人士呢 在他最高峰的时代 最高峰的时代 有九万多人正式聘用的探员 正式聘用就是在那边工作零薪水的 每天要上下班的 另外呢有十七万五千个通报合作者 通报合作者用台语的说法叫廖北亚 或是说我们讲说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间隙 那这个算起来 大致上来说将近三十万人在做情报工作 那这个做情报工作什么呢 就是可能我们身边的朋友 或者身边的老婆 先生 爸爸妈妈 儿子女儿 都有可能是史塔西当中的一份子 因为他们的说法就是 不可以暴露身份 你要暗中的去监视 或者暗中的去了解 自己的亲人在做什么 一旦有任何反政府的行为 就要立刻向史塔西总部汇报 然后汇报以后呢 他们就把这些事情提供出来 然后就约谈这个人 那这个人可能就觉得很奇怪 说 我明明家里面藏在床铺底下那一部政治小说 为什么被搜出来 那到底是谁干的 其实这个人对他来讲 他根本完全不知道 他只觉得说 哇 党的力量真是 了不起 细密绵延 怎么有办法去把我 藏在最深处的一些秘密给发掘出来 殊不知道其实是 可能谁背叛了他 那么他们有什么本事这样做 当然钱绝对不是一个重点 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讲 其实钱只能够诱导人家替他做事 可是钱能不能诱导 儿子女儿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去出卖他最亲近的人呢 没有办法 通常他们要吸收献民的方式就是 把人找过来 然后找过来之后呢 就跟他谈说 我知道你有什么秘密 可是我跟你说 你只要听我的 去收集什么东西 我就不把你这个秘密曝光 那当然会有人不配 他会说 这秘密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很简单啊 他的做法就是 这个威胁不听 那我接下来 就是直接用强制力去迫使你接受 比方说他会让学生 不能念书 例如说这大学生 我可能就是通知学校把他退学 那这退学当然不需要理由 就是你思想不纯正 或者是 虐待这种东西 在他的 做法里面是不会出现的 那这种我讲说虐待这种东西 不会出现是说 肉体上的虐待 他根本不需要 他会用我刚刚讲的类似说 不让你有学业 不让你有工作 让你的同事上师排挤你 等于说把你塑造成社会的边缘人之后 这时候呢 再把你找过来说 我现在可以帮你恢复这一切 你要不要 那当 因为当时在东德 只要是政治犯哦 一律就会被排挤 甚至是被压迫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被社会孤立的感觉是很可怕的 而且被烙印成你是一个叛乱犯 将来可能在工作 在就是一些位置上 都会有很大的困扰和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往往史塔西他要让当事人 转变成合作者 非常非常的容易 那么在当时的民主德国当中 大概三千万人左右 三千万人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差不多 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 应该说百分之三 每一百个人就有三个人 就是曾经是做过秘密警察 而且这当中还扣掉 老的小的小朋友 很老的生病的不能动的 你看看这个比例有多高 所以到1989年为止 东德大概有六百万人 被建立过秘密档案 超过东德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么后来统一以后 他们保存的所谓的史塔西档案 整个材料高达 如果把它摊开来 大概有一百一十二公里 转座于电影的那个胶片的材料 有四十七公里 偷拍的图片 幻灯片有一百四十万张 然后在那个统一前夕 因为国家安全局就史塔西很紧张 他们怕说有些资料会外泄 那么外泄怎么办 当时其实碎纸机根本不够用 所以他们就开始用手撕掉 用手撕 现在德国其实在建立 重建这方面的档案 就是他用手撕掉这些东西之后 然后这些碎片很棒被保留下来 可是那个西德现在 就是后来统一的德国 就在想办法要把这些碎片 都再把它拼凑起来 然后这当然要花很大的工程 因为当时撕掉 有的撕大片 有的撕小片 有的撕很细 他们就是要想要把这些碎片 把它整理起来 这些碎片用袋子装 大概有差不多将近两万袋 一万五千袋左右 所以可见当时的秘密资料 当时的勤修做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那当然这个史塔西也被誉为 所有的共产政权 所有的共产政权 其实他是做的情报工作 最好的一个单位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过去了 重点来了 1989年我们讲叫苏东坡 苏东坡其实不是那个 词人苏东坡 他是这个所谓的苏联东欧的第三坡民主化 我们简称叫苏东坡 当苏联东欧的第三坡民主化出现在1989年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东德也跟着被西德统一 那么变成一个统一德国 变成一个统一德国之后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这个窃听风暴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发展出来的 当这个1989年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有趣的问题 这有趣的问题呢 其实涉及到的就是我们讲的转型正义 举个例子来说 当时有人要从东柏林翻墙到西柏林 这个我们都知道叫柏林围墙 那隔开柏林变成东柏林西柏林 那东柏林的人要翻墙到西柏林 西柏林是我们讲说联邦德国也就是西德 他要翻墙投奔自由 结果呢 年轻的士兵因为接受到上级的命令 觉得说这个情况如果有人翻墙 根据国家法律一定要枪毙 所以呢一旦有人要翻墙 立刻枪杀 只要对抗名枪他不停止 就把他毙了 基本上国家不处罚你 因为你是在这个 帮我们国家对于叛乱犯就地正法 这时候呢 有年轻的士兵看到有人翻墙 就因为这样就开了枪 那开了枪之后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人被打死 没多久以后 东西德统一 这个人有没有杀人罪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在探讨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说 这个士兵他会讲 他说当时我的氛围 如果我抗命 我会被枪杀 因为我可能会军阀从事嘛 就是说判死刑 可是如果我杀了他 你说我杀了他不对 因为他是投奔自由 那是因为你们现在是民主政权 所以你说我杀了一个 所谓的投奔自由的人 可是在我当时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对是错 你们告诉我 那当然这个后来还是判有罪 可是在这个整个转型 就是说东西德分裂转型到统一的德国的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衍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回到本片来的时候 本片来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倘若有一天 东西德统一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当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 就是说当统一了以后 如果我们本身是那个被监听的人 我们这辈子从来没有当过 那台语所谓的廖北亚 就是你从来都没有背叛过别人 当做人家的监系 甚至说背叛者 把很多的东西告诉 所谓的斯塔西 告诉国家安全局 但是我们会不会很好奇 在1970年的某个时间点 曾经有人对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 害我进了黑劳敦的三个月 这个人是谁 我们会不会好奇想知道 那么德国后来呢 决定要把真相全部都公开 因为这东西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家庭和乐啊 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可能会破裂啊 例如说当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到了国家安全局去查档案说 当年我进了监狱近六个月 进了两年 是因为我偷看了某一本政治小说 例如说当年有一本政治小说 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 可以去看叫1984 1984是一部很老牌的这个小说 那这个小说跟动物农庄 都是我们讲乔治欧威尔写的 那乔治欧威尔在写1984动物农庄的时候 他所描述的就是类似东德这样的世界 那当然有很强的反凤啦 例如说像动物农庄里面 他所谈到的那个猪啊 就是史达林 那他做了很多的反凤来反凤共产主义 那么这个1984呢也是反凤 一个未来小说 为什么叫1984就是 1984那一年的英国为基底 来写一部有关于 所谓的当时发生的事情 那么 当我们在看这些所谓的政治小说的时候 现在我们是言论自由的社会嘛 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看这些小说 甚至书店也会买 这都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身处于民主国家当中 没有办法想象 当时可能看某一部小说 当时可能讲了某一句话 都有可能立刻被抓走 那我们自己会不会好奇 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 二十几岁三十岁 因为有热情 有梦想 想要反抗这个社会 所以讲了某些话 做了某些事 因此被国家抓起来 到底是谁告密的 那这些资料 其实在国家安全区都有 虽然它销毁了一部分 但有很大一部分其实还在 那我们会不会想去看 有的人他不会想去看 会觉得 哎呀过去就过去了 其实人生嘛 活到现在了去计较看什么 可是很多人就会想说 我想要知道 那这个部分 想要知道要不要给看 要不要给开放 这就成为德国政府在 统一之后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么当然德国到后来 是决定要开放 因为他认为 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没有和解 再多的道歉都没有用 也就是说 事实上来讲 对于史塔西而言 他过去所做的这一些事情 例如说叫说女儿去 看爸爸的日记 把这个儿子呢 把妈妈的东西 政治小说偷出来 或是说把爸妈昨天在讲到政治的部分 录音下来交给国家 这个部分 应该要讲 因为他认为 如果没有让 这些东西 公诸于世 那其实对于这个社会来讲 他永远没有办法达到 愈合的效果 因为永远都会有这些所谓的疑心生暗鬼的情况 就是我一直在怀疑嘛 可能我怀疑 当时知道我长乐部小说的人 有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到底是谁 我可能跟这三个人 其实隐隐约约自己都知道啦 但是这三个人 可能其中只有一个人去讲 另外两个其实并没有 那就算你知道是某一个人去讲 当然你也没有证据 那像有了证据 直接去跟对方讲 说我原谅你 这才是一个和解的起点 所以当时的做法 他认为说 没有真相就没有原谅 所以他们处理的方式就是 把这些档案全部公开 提供民众去查阅 那么让你自己去做选择 你要不要知道 当年出卖你的人是谁 如果知道了 你再来选择 你要不要做原谅 这个其实就是当时 德国在 就是战后 就是在冷战以后 那么 其实跟 在调阅这些资料 掌握了这个 东德的这些资料之后 他们所做的一个选择 因为这些部分 其实我们讲说 在 就是人性上来讲 是一个很难的决定 因为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不管是转型正义 或者说是 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的这种 人性上的赤裸裸的展现 都需要更细部的去做体会 那这种更细部的去做体会 其实就是要考量到 对方当时有没有的选 那这种有没有的选 我们要用什么来做判断 其实我想说的是 从一个大环境 或者从一个最根本的人性尊严来看 如果当时做这些事情 或不做这些事情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我们是那个士兵 我们不开枪 或者我们身为这个子女 我们不去告密 做这件事情因此而被迫害 甚至被下狱 或是被枪毙 这种人我们值得尊敬 我们要尊敬他嘛 因为他为了最崇高的人性尊严 他不去做这样的事情 宁愿自己牺牲 这好 可是有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就是说 当碰触到政治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探索到人性最根本的根源去 去想 他如果真的做了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追杀到底 所谓一定要追杀到底是说 他当时在考量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只是因为贪生怕死 所以他才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么 一根贪生怕死是不是错呢 其实 这个东西很难讲 舍身取义 这种事情 我们讲说孔曰成人梦曰取义 这种事情当然我们讲是圣人等级 像文天祥这一类的圣人等级 在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不是圣人等级的人 是不是就立刻达成人渣 就中国的伦理观念来讲就是 我们鼓励我们的后一辈 下一代要成圣成贤 可是 如果不能成圣成贤 只是凡人 可不可以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在想的 就切丁风暴这部片 我们可以考量的点就是 如果说 对于一个人 他有真心的悔悟 或者说其实他能够去面对真相 这样的一种人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去原谅 去接受 去和解 而不是说告诉他说 你为什么当时 没有选择一个圣贤的动作 也就是说 你选择了 舍身取义 那 你却选择了贪身怕死 我想这个东西对于当时的人来说 这真的是太沉重的负担 那么如果说可以用一种 比较宽容的角度来看 我们揭开真相 勇敢面对 那么 尝试去和解 我想这是这一部 窃听风暴 想要给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些启示 好 那么这部片呢 其实相当的不错 它不只得到奥斯卡金像奖 事实上来讲呢 它除了拿最佳外语片之外 在欧洲 或者包含说金球奖 包含英国电影学院 其实都还拿到相当不错的成绩 那也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一下DVD 那么在很多的店里面应该都有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待会我们还是会接听听众朋友的call in 那么撇开这些沉重的话题 我们来谈一谈一些生活法律上的问题 像前两天 有关于租屋的新闻 就蛮多的 如果今天不是谈电影的话 可能就会谈那些租屋的法律常识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法律问题 待会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 我们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酒吧法律事务所 我是吕秋远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接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号码是0283693398 第一位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你好 那也是你说 我前一阵子有借一个人的钱 当初我有跟他要签一张本票 那他现在就是不还钱 那我拿这张本票接下来该怎么走 本票哦 来我先跟你确认本票的内容 有金额吗 有 有那个发票日吗 有 有签名吗 有签名还有盖他的那个 OK好那表面初步审查合格 你拿去法院 拿去法院 做这个本票裁定 这样就好了 法院的哪个科 或者哪个 就是到那个法院的 他有一个 我跟你讲 最简单的方法 每个法院你住哪里 我户籍在台北市 对方是 那个新北市 新北市是不是 对 好我跟你讲 新北市 新北市的话 你就到 金城路那边 我知道 就板桥那个 土城那边 那边土城 那个就 你到土城那边 就是以前的板桥地院啦 对 那你到那边去 你直接拿去那个 就是他的服务中心 那个服务中心很大 一进去右手边 有一个服务中心 你就跟他说 我要做本票裁定 他就拿了立稿给你抄 然后就缴了钱这样就好了 要缴多少钱 这个比较属于执行程序 我忘记 应该可能是一千块左右 应该是一千块上下 那这样子我就 就接下来就 就 军后法院那边 对 法院就会发一封 这个就是 在审核完以后 就像我刚刚问你的这样 看一看然后审核 确定本票没问题 他就下一个本票裁定 本票裁定的话就等于是 你可以去对他做强制执行了 那我怎么去跟他做强制执行 是法院会帮我做 还是我自己要去 这个来 这个这下一步 你拿到本票裁定 他没有抗告 对不对 对 那这个事情就确定了嘛 确定了之后呢 你就拿本票裁定 跟确定证明 到再到法院去一次 然后这一次呢 你就跟就是 写了撞子的对象 已经不是民事法院了 是到执行处 民事执行处 强制执行处 那他会帮你做强制执行 你就要再申请一次强制执行 那法院会帮你做 他的那个大概是 不过那个金额就 比较不一定 就是一般来说是执行金额的千分之八 千分之八这样子 就一千块要缴八块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我大概了解 你就到法院去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 非诵程序 那个撞子也很简单 程序也很简单 你就是请法院人员协助你就好了 很快的 好不好 好 加油 好谢谢 OK好拜拜 来下一位林先生 林先生您好 律师您好 是 跟律师请教一下 我从2013年就有一个那个 债权凭证那个 查财产跟执行的问题 都陆续有请教过您 是 那在去年9月的时候 他拍卖到第三次的时候 三拍了 那终于拍定 然后又卖出去 是 然后来 因为是我岳母是债权人嘛 嗯 那那个时候有寄给他一张分配表 因为病案还有另外两 两个人 那结果后来就一直没有消息 那我岳母一次就打电话去问哈 那那个执行处的书记官说 他那个案子已经转出去了 所以因为债务人那边说提了诉讼 啊 提了什么诉讼 都被表印一支出 对对对 然后就后来就一直没消息 那我们昨天后来又去内湖那边去申请月券哈 那申请月券的时候那个那个替代役才把 他们那个券说当场引印给我们说这个本来他们要寄的 所以就叫我们带回来 嗯 那我看上面写他第一个是想说 就是 因为他那个民国75年的一个一个诉讼 然后最后变成那个债权凭证了哈 是 他说他说被告哈虽然多次申请哈 他说这个是属于非诵事件 是 然后说就是意思就是说最后是想说这个债权哈 说因为15年没有行使哈 是 说失效 是 那他的他的主张是这样 那有可能啊 这样子 他所以他会去打那个分配之数啊 是 对啊就是分配表意义之数啦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去看哈 到时候打诉讼的时候双方的攻防跟主张 因为他讲的也不全然正确啦 是 就是说要看他当时实现 就是说他在当中有没有吹告 哦 有没有去做强制执行 有没有去更换过债权凭证 诶 中间他有更换凭证 可是中间大概就没有执行 那这样会失效吗 不一定要看他什么时候去更换 因为基本要看他的债权性质 还要看他的债权性质 他债权性质如果是一般借款的话 诶 他债权性质他不跟去买屋啦 因为他那个时候买 义寿屋哈 结果说要交屋的时候 那个建商已经用他建商自己本身的名义去贷款 是 结果后来建商因为是欠下面那个工人包商的钱 然后被告 是 那他这个房子就被法院拍卖 是 那我岳母呢又去法院再把它再买回来的 拍卖的时候再买回来的 这个性质基本上应该如果归为普通债权还是15年 他有换过债权凭证应该还是有效 然后他当中有换过两次 因为他知道说15年这样一个实现嘛 所以他大概每13年吧 是啊所以他自己误解了啦 他应该认为说这个债权超过15年 实际上只要债权凭证有去做更换的话 不会15年啦 那个没关系就跟他打官司吧 那打官司说我们要怎么主张 主张就主张我们有更换债权凭证啊 我不是讲了 这样就可以了 对啊 跟他说我们有换他误解了啦 这样因为他那边意思好像就是说 你虽然债权凭证是有效啊 他说这种申请叫做非诵事件 然后他意思是说债权 因为15年没有行使所以失效 不会啦不会不会 那他一定是有打分配表意义之数啦 对他是有打 那就开庭吧 那就开庭吧 不用怕啦 你就是主张说 这个我们有定期去做更换 他误解了啦 债权确定之后 我们有对凭证做更换这样 所以这种债权确定之后 就只要那个凭证有效 那就是一直有效吗 就要一直更换 要记得在 一直更换就是一直有效 在那个期间之类 就会一直有效 这样子 对 那这个法院他多久开庭 是谁他的吗 法院会去做决定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问书记官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书记官也会知道 只是他要不要告诉你而已 好好好 好谢谢你 拜拜 林小姐你好 喂 林小姐请收拾 喂你好 林布希你好 你好 我想要请问有关 那个 那个叫做 如果 被告 就是我有告人家 那个 偉告文书 嗯 那 因为他就是说跟我共有 共有土地 是 那他并没有在告知我的情况下 就去地震 做移转 欸 可是他虽然是只有移转 他的持份的部分 是 可是我们在那个 地震 地震做移转的时候 上面都是有 有注明说要通知 要通知 共同持有人嘛 嗯 那 如果有不实的话 便受法律责任 是 有这一条 那 然後呢 是 那就是说 呃 那个 那个 现在这个被告已经死亡了 是 那我想请问说 就是说 他这个行事 偉告文书的部分 就不被起诉 对 就是变成说 因为没有办法受理啊 被告死亡 可是有太过一次庭了耶 对 但是因为被告死亡啦 哦 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受理啊 他就会变成不起诉啊 哦 那这样的话 变成说 他行事不起诉 那我 民事 行事付贷民事的求偿 就不能求偿了 其实等一下 你行事还没起诉 你就不能提负贷民事啊 对啊对啊 一定本来就是要等到起诉 才能提负贷民事 对对 可是在起诉 在就是开过一次庭 在他还没起诉的时候 他人就死了 那你就提民事就好啦 其实负贷民事跟民事 差别只在于裁判费啊 哦 是 对啊那你就直接对他做民事的起诉就好啦 可是他人已经死亡了耶 对啊他有继承人啊 他继承人都抛弃了 啊啊都抛弃了哦 对 嗯 这个就麻烦了 继承人都抛弃前你确定 对他都抛弃了 他有他有谁 他有谁 你知道有谁抛弃 他的身边有谁 太太有没有 有啊有太太有小孩 都抛弃了 好那兄弟姐妹呢 也都抛弃 呃祖父母 没有父母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都没有 都抛光了 对 因为只有这四个顺位 那你想要 那你现在想要怎么 你想要打败什么 我想要 没有没有我想要请 因为呃我后来有听那个提本票才定 嗯 那他就是说呃因为他死亡嘛 那我变成说我要去选任那个遗产 遗产管理人 嗯 对那遗产管理人的话 因为他的最亲近的那个配偶跟小孩 都不愿意担任 嗯 就是说他们全部的抛弃 继承人都抛弃 你请法院选任 你可以请法院选任 没有法院有选出那个呃 呃 郭友财产局 可是郭友财产局替抗告欸 呃郭友财产局当然不愿意吧 没想要抗告也不一定会过啦 现在就是说齁 我觉得既然到这边了都抛弃了 那就是选定 请法院齁 选定一个他的遗产管理人 然后你去告他啦 告这个遗产管理人 这样就好了 他还是会处理啦 那会不会最后 因为郭友财产局都没有 都不愿意担任了 会不会最后没有人 不会啊 他会选一个律师 或是他会请律师公会 推荐一个律师 或是请会计师公会 或是请会计师公会 都没有人欸 会计师公会也没有人 嗯 不会啦 一定会有人想要当 因为那个会 那个会有报仇啦 然后 那你就是 因为他遗产的部分 因为他之前生前 就已经脱产了 所以可能说 他的遗产部分 没有剩很多 所以没有人愿意担任 是 那我就说了齁 有一个方法啦 就是 你可能就是 还是跟法院 因为 其实他们抗告 不一定会过 你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他们 国有财产局抗告 也不一定会过 那你就是等法院的裁定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法院要帮你想办法 不是你要烦恼的 因为我要告人 你法院要帮我找到一个人 来让我告啊 对啊 就是就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 呃 律师公会也好 会计师公会也好 他 他基本上来讲 就是要选定一个人 来担当 对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那我们不能强迫说 他的 他的那个 配偶跟小孩 做遗产管理人 呃 不行欸 因为 因为其实他跟配偶小孩 是住在一起的耶 呃 对啦 但是他们有权利 他们就抛弃继承 不想管了啊 嗯 对不对 那你 那如果说我们 我们知道说他有 比如说他死亡的时候 他的配偶跟小孩 有继承 欸怎么讲 就是说 他生前的时候 有给他一些利益的话 喔 生前那不算啊 欸那他 他比如说他死亡以后 他的 他去申请有关他的一些 那个什么 嗯 寄付啊 嗯 那本来就是依法可以申请 例如说他的保险 受益人是他 本来就可以申请啊 对对对 对啊这没办法 啊所以他没有这个义务 他可以去申请 他得到报酬 可是他不需要 就是负担这些义务 嗯 不是啦那不是报酬 那个是他的保险 或是他的劳件 就是他的劳保 对对对对 那个本来不是报酬啦 那个本来就是他的受益人啊 你不能用这样来算 他没有分他的财产 这本来就不算在遗产里面的 好好好 哦就试试看吧 再请法院帮你申请 好不好 哦好好好 拜拜 好那么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继续回来 节目现场 0283693398 我们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酒吧法律事务所 我是吕秋远 我们接下来 要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不过现在电话之前呢 呃刚有就是 呃朋友传了一个讯息来 问我说能不能谈一下 就是在空档的时间 有没有办法谈一下 那个租屋的一些问题 那么事实上来讲 在前两天发生一件 就是在网路上 广回流传的那个租屋的纠纷 那这租屋纠纷就是一个房东呢 他大概就是把房子隔了好几间 然后带人家来看很漂亮的房子 以后呢租给他很烂的房子 那么租给他很烂的房子 也就算了 就当中可能有些漏水啊 什么东西的都不去做回修 那甚至房东还跟他讲说 如果你不接我电话的话 我就要解约 解约之后呢 要把这个所谓的 你的东西通通都丢掉 或者说是我解约之后呢 那么我要把你的押金 租金全部都没收等等 那这个呢 就引起很多人的讨论说 其实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法啦 那在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其实要特别注意的 有几个观念 第一个观念就是契约的问题 其实现在哦 我们都有时候租房子都很习惯去书店啊 买那种定型化的契约 这种定型化契约就是书店那种所谓租屋范本 那租屋范本很糟糕的 而且其实他是看不同的水准哦 会有不同的这种所谓的写作的 就是他的法律用语也不见得精确啦 那也不见得适合每个人的需求 我会比较建议听众朋友哦 如果我们一旦要去租房子或者租人家房子哦 呃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一定要契约一定要自己去拟定 那不管是房东提供或者房客提供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一定每一个条文都要看清楚 那这种看清楚的话就是说 呃里面比如说最根本的几个概念 就是租金多少押金多少租多久 哦或者是这个到期的时候有没有优先税租权等等等 那我之前有提醒过房东嘛 就是说如果要做最好是做公证啦 那如果有公证的话是比较好的一个模式 其实对房客来讲大概也是如此哦 为求慎重 因为这租往往可能是租一年甚至租两年 那这个公证费其实相当便宜 如果可以做的话就去做一下公证 这对双方都有保障 那么在这当中呢就是那个契约的部分一定要看清楚 很多哦不管是有时候房东 呃就是说可能自己拿了范本没注意 那就是随便这样 或者是房客听房东讲说哎呀这个没关系啊 都是一般都一样都一样 签个约就好 像这种情况呢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法院在审契约的时候 都是看白纸黑字 他绝对不是看说 哦两个人觉得说口头上讲什么就算数 特别是哦很多这个在签约的时候喜欢讲说 当时我特别注意这一点我还有跟房东讲 这时候其实那个法官可能就会用房客一句话说 如果你觉得特别要注意为什么没有写上去啊 所以这是一个呃当我们在看两兆在签约的时候 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丢脸 因为看不懂没什么 或者说是也不要觉得麻烦 因为这个签下去都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能够把这个契约带回家慢慢看 或者说呃问律师 现在律师很多哦 不管是法服基金会的律师 或者说呃有朋友在当律师 应该都相当多 去问他一下说这个契约会导致什么效果 觉得自己OK再去接 那当然有些不合理的什么违约金啊 不合理的搬迁日期啊 不合理的续约条件啊 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谈 那千万不要说好像就是无所谓 把这个契约就觉得说放在一边都好这样子 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这是我们这一次在谈这个案子的时候的关键点 就是说到底哦家里面的东西坏了是由谁来修 那很多房东就会跟房客讲说啊这样啦 我付一半你付一半啦 这观念实际上是错误的 根据民法的规定哦 那么房屋的维修修缮都必须要由房东来做 那么除非我们房东可以证明是房客刻意破坏 那这就落到损害赔偿的问题 它就不是契约的问题了哦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看过有很多二房客 他离开的时候呢 他就把什么水泥倒进去马桶里面啊 或是把家里面弄成一团乱 甚至在里面涂鸦啊 画得很丑啊或者是做什么破坏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讲就是要由房东可以向房客来求偿 可是如果是其他的例如我举个例子 热水器坏掉 家里漏水 或是说有什么这个电视坏掉 那像这一类型的房东提供的设备 这个部分事实上就要房东来维修 而不是所谓的房客自己有义务 或者房客要跟房东一起来分摊这个金钱 这是错的哦 所以很多房东的观念会认为说 其实无所谓啊 就是反正他是他在住 那当然如果东西坏了他要负担 不是啊 人家在住已经有负押租金给你啦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点啦 那至于当中东西如果弄坏那些所谓的损害赔偿 我常常开玩笑讲 我们在损害赔偿常常都喜欢订很高 我就以前看过啊 说如果先生以后再跟第三者联络 就要罚款三千万 这个根本到了法院去法院不会照判三千万的 法院问太太说 你的损害有多大 跟这个约定的三千万比较起来 是什么样性质的损害赔偿违约金 那你可能还要做一些举证 证明这个对你造成的伤害 并不是契约上写了多少就一定罚多少 那所以我刚讲嘛 契约一定要详细看嘛 对不对 可是契约如果真的当时没有详细看 现在能不能拿这个东西 就来跟对方要求说有高额的赔偿 这倒也不见得啦 法院往往会行使违约金着减的权利 那这所谓的违约金着减 我讲着减有时候可能减到一半以上 所以这个部分 那倒也不要认为契约就是一定OK一定万能 这个不见得啦 那 但是呢 就是说就所谓的有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契约条款 例如我刚刚讲的损害赔偿违约金 或者是所谓的押金要没收的这些条款 真的不合理 那将来就是到法院去 那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不要到法院去最好的情况就是 看能不能在签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一定要想清楚 那如果不想清楚的话将来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个部分是提醒听众朋友说 各位可以去注意的 因为毕竟我们在 房租的 就是房东跟房客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们都希望 和平相处比较好 那有些房客可能有他的问题 那有些房东可能有他的问题 但是遇到这种比较恶劣的对方的时候 要谨守自己的法律权利 特别是在签约的时候要注意 是一定要 就是 谨记在心的 好吧 那今天 不好意思 多讲了一些 可能没有办法再去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那么 我们就下礼拜继续再来 为听众朋友做服务 那么今天很高兴谈到这些问题 我们下周见